夜幕垂下 明天就是除夕 在华人青年即将到来的时候 人们正忙着收拾年货 赶回家乡度过一个快不快的假期 突然间从中国传来习疫病毒 已经疯狂扩散了消息 1月23号 武汉宣布封城 真好像是晴天霹雳 没有人能够预测到 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疫情 一觉醒来 武汉瞬间变成了一个鬼城 不仅是武汉 中国各地都封闭了通往湖北的通道 不管是公路、铁路还是航空 湖北和外界突然间隔绝了 而那段时间 已经有五百万人从武汉出来走 他们走向整个中国也飞去了世界各地 我们只知道很严重 到底有多严重 谁也说不清楚 有国家开始关闭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马来西亚也关闭了与武汉的直飞航班 中国的旅行社开始取消所有的出境旅游团 按照往年本单是热热闹闹的冬立新年 本来吉隆坡各大商场和购物中心都将会挤满中国游客的状况 而这场景没有出现 出现的是中国游客被检查出来的确诊病例 新加坡和吉隆坡几乎是同时最先迎接到病毒的地方 世卫组织后来定名为COVID-19 一些国家开始从武汉撤桥 马来西亚也派去了专机接回自己的桥柄 人们每天都在关注武汉的情形 仅有的消息都来自当地的一些字典体 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证 积满了求助的命款 成百上千的人排队等待检验和救医 医院极缺医用防护用品 医生和病人也缺乏最基本的口罩 重疹病人来到医院也是医床难受 终于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人传人的病毒 尽管世卫组织安慰我们说是可防可控的 终于我们知道病毒是被通过空气和媒介接触传染的 当我们还没有真正反应过来的时候 用多所有药房的所有信号的口罩都被人买走 我们真的很担心中国的疫情会不会马上结束 因为疫情已经影响了我们两国的经贸和旅盒 这再一次说明大家真的是共同体 我们开始捐钱捐送口罩 医用手铐和医疗物资 我们只有一个心意 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战胜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期待重新再聚的一天 我们期待下聚的一天